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会一直坐在这儿吧 你不来推我 我只有坐在这里 要不要做成这样啊 有酒喝就不错了 在王家 只有出入任务的时候 才有好东西吃 所以我到底应该叫你什么 在这里我叫汪小元 不过 我更喜欢听你叫我沈兄 但是如果有外人在的话 你可以叫我姐 你开心就好 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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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关门了 要是配眼镜的话明天吧 我不配眼镜 我找人 找谁啊 找给我这副墨镜的人 我们这没有这种眼镜 你走多地方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 这还写着地址呢 我找人 不能说名字的那个人 你没病吧 赶紧走 走走走 我找黑瞎子 黑眼 早说呀 路口又转 小车上 自己去吧 你还有个子 不来 你 行 大 居 有一点 医者 你们 乖 我们 自己 我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再来一份青椒肉丝炒饭 我跟你说个事 想吃的话自己跟老板要啊 老板 再来两份 好嘞 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 不是来信吃饭的 说正事也要吃饭 两不耽误 想好去找霍道夫了 我根本就拦不住他 我该怎么办 没办法 你是根本阻止不了你朋友的 因为人心就是这样 这就好比是赌博 一旦输得多了 就想花大力气地把他引回来 他根本不可能轻易退出他 那我也不可能白白看他送死啊 我有钱 我可以帮他除身 不可能 他要的 原先不是钱那么简单 或许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结果变好 就是你进来陪他 这就是你的办法 吴邪当年 也是有机会离开的 做他天真吴邪的小三爷 可是他最后 还是选择陪着他们 我也就这么一说 你们这些小屁孩 懂什么兄弟情谊 依我看 就当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决定了 我也要陪着他 总有一天 我一定要把他拖出来 师父 请你收我入门吧 这 这 没事 你先去忙吧 好嘞 我从来不说笨蛋 如果你非要跟着我的话 那你必须要经过我的考验 只要你可收我入门 哪怕上刀山 下油锅 我都在所不辞 这武侠小说 真是害人不浅哪 如果你真正入了行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所有的一切 还不是柴米油盐 欠债还钱 坐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学费 你那么弱 肯定通不过我的考验 等你上完课之后 我再决定 让不让你加入 刷卡还是复线 谢谢 等你付了钱之后 去刚刚那家眼镜店 后院等我 带上我的泡子机 总共八十五 来 谢谢 找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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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被困死在这儿 什么事都跟我们没关系了 不过 我能跟你在这儿生活四十年 我觉得也挺值了 不如我们在这儿 把事给办了吧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这样啊 我先正式跟你表个白 我梁湾很喜欢张日山 是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 你 也应该喜欢我的嘴巴 你也会接纳我的嘴巴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啦 我们现在在一起啊 不是这种在一起 是 你 那是哪种在一起啊 张日山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不会是这一排多年来没谈过恋爱吧 我的说明是佛爷的 他已经死了 可我是活着的 而且 我有四十年 这儿 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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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两位施主已经到了 好 那 赶快让人把他们打开进来 好嘞 好嘞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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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英语题 之前球眉先抱抱 这该说啥呀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哎哎哎哎哎 你回来啊啊 哎 那个老外拿走了 啊我爸 我跟你说 上次要不是鲜桂 我没抱英语班 我我我我我 你试试爱前进投资APP 投资回报看得见 学个英语不是事 这么厉害 爱前进投资APP 投资回报看得见 还有银行存管 轻松抱班 学英语 爱前进小小幸福 天天见账 来 来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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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这样啊 你还要我上课 哎 老兄 我复读下一季 行不行 你可以休养三周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会给你上一些必修课 你放心 不会让你的伤更严重 但是 你的抗压能力太薄弱了 我会针对你的心理成熟度和逻辑 对你做压力测试评估 三周后 开始体能训练 你是说 我经历了这么多 还是逃不过我家上课的宿命 学海无雅 你知道人怎么可以不死吗 以你现在的反应 就算你知道你已经死了 这个问题 早在三千年前就被一个人提及 这个人就是周牧王 三千年前 天子周牧王游家昆仑山脉 碰上了传说中的神明西王墓 西王墓赠送给周牧王一件宝物 就是长生不老药 长生不老药虽然可以长生 但有极其严重的副作用 就是服药之人三千年后才可以苏醒 周牧王经不住不老药的诱惑 服下了不老药 但是 在他服药之前 找到了精通勤巧树之人 打造了两副御用 将自己封在一副御用当中 又在孕妇肚中 泼出尚未成型的婴儿 封在了另一副御用之内 三千年后 待婴儿在御用中长成之时 周牧王就会苏醒并且长生 但周牧王打死也想不到 三千年后 得到长生的人不是他 而是那个婴儿 所以那个婴儿 跟你们汪家是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们汪家永远的敌人 张启麟 可以这么说 没有张启麟 就没有我们的祖先 所以这个张启麟 是你们汪家祖先的爸爸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父子反目成仇的故事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信 我信 我绝对信 这不就是一个帝王 想要统治帝国千秋万代 欧星力雪 想要费尽心机地得到 长生不老药的事情 是不是 那你觉得这个故事当中 不合理的地方在哪儿 回答我的问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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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不老药 这世界上真的存在于 长生不老药这种东西吗 我希望你具备 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错 长生不老药是不存在的 它只是一个符号 一个让人们追寻的东西 一名统治偶像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张启麟 她已经成为了一名统治偶像 所以今天你要教我的就是 张启麟的存在 和长生的关系 对吧 年纪轻轻 不要只想着谈恋爱 没想到这里跟外面 一样都要上课 难道我下半辈子都这样了吗 哎 我什么时候能跟你一样出去做任务啊 等你的比率下降到零的时候 你比率是多少 无限趋近于零 你们这个比率 是怎么算出来的 夜学吗 我不知道 我从一出生就带着这个数字 怎么 你突然对我没有兴趣了 哎 你想多了 对了 记住 千万不能离开这里 天台上都有狙击手 好 你说到天台 我就想到我家里那个天台 那个时候天天跟苏然在上面 喝大酒 聊人生 聊过去 聊未来 聊 聊我 我知道 就你们都看我洗澡的那个天台吗 这里太冷了 没有四万的土耳其地毯 也没有它的波西米亚报纸 该没有它的牛奶和白酒 你不喜欢这里 我怎么不喜欢 不过啤酒的时候还不错 苏然是我最好的兄弟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这一切都不让让他知道 你喜欢他吗 写啊 写啊 你要是能写出来 这是见了鬼了就 你半个月都不来啊 交给你的东西全放干净了吧 你还好意思去旅游 你还舔着脸去肚脐 那你怎么还这儿回来呀 你怎么还这儿回来上课呀 你应该直接到旅行社去当导游 能给你天天大海 在沙滩上晒带呀 顺便带着同学们带点背壳 分一分 赶紧回去好好想想 我也搞不懂啊 一个黎醋已经够我瘦的了 你还跟他学 我这闹了闷了 怎么倒霉孩子全在我这个 你 你们都很好啊 接着做题 压力啊压力 在哪儿呢 这堂课很重要 看完你就会知道 什么是汪家人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下来 我们的流程 我们下来 你还不想什么 什么 我们下来 把这个上来 我们下来 就会摆下来 发现原来这些蛇眉铜鱼 拼凑在一起 讲述的是一个家族的秘密 也就是张启玲的家族 我们称他为张家人 张家人因长生而生 也要为长生而死 张家族世代守护着长生的秘密 几千年来无人得知 直到有一天 这个秘密被一个风水大师知道了 他就是汪藏海 汪藏海发现这个家族 不但守护着一个千古秘密 还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汪藏海想要抗争 他认为我们应该自由地生活 而不应该被人控制 但他一个人在有生之年 无法对抗张家 所以他把他的计划 留在了蛇眉铜鱼里 希望后人帮他一起完成这个计划 所有想完成这个计划的人 都被称之为汪家人 也就是我们 你准备好成为汪家人了吗 汪藏海 所以他是汪家的祖先 没有血缘关系 只是理念相同 我以后岂不是这姓汪 反正我本来就叫汪藏 汪藏海 汪藏海 怎么听得这么别扭啊 要不然你在中间加个小刺 汪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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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饺子了 这个计划是什么 这个就要看你了 看我 白客差不多了 准备一下 明天开始上黑客 什么是黑客 你跟我来 打我